我們剛才特別看到 因為科網股 第一就是在出業績 第二就是政策陰霾未消 所以就很左右著大使表現 因為第一就是拳重股 不過看到上個星期 其實科指做得不錯 升了700點 升了4% 看到剛才也說到 政策陰霾未消除 不過那些科網企業 其實就叫做很懂得做的 第一就不停有捐錢的消息 譬如騰訊 或者在美國上市的拼多多 有一些協助社會 達至共同富裕的捐款出台 陸續 第二有一個回舊的消息 不停地 第三就是其實 又說外資都覺得 內地的科網股 都差不多有一個吸納的機會 例如ARK Investment的創辦人 Kathy Wood 她在京東公佈業績之後 都陸續吸納京東的股份 那你覺得如果看科指 就是5769點 這個水平見了底嗎 其實 其實都 都不就算未見底 都距離不遠 我覺得 是 你覺得不會說第一彈又再下跌 再下跌 你說短期的波幅上上下下 一定有的 但問題是我覺得 底可能 如果你用現在的因素判斷 我覺得 你要科指再大幅插下去 再創新低 又創新低 這個走勢應該暫時會停一停 剛才我也說到其實市場開始 首先第一就是 科網股現在的股值 真的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 例如舉例 我也說過美股當中的巨頭 Google 一向都是相對比較股值便宜 因為其實業務已經多元化 而且太綜合性 是 有個綜合性折扣 是 但現在騰訊的股值 居然可以更便宜 所以說其實 在股值上來的確 科網股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吸引的水平 其次就是我們那個監管風暴 就是我們都說 其實是很多消息不停出 當然其實近期的走勢 就不單止集中科網股 基本上是全社會 生態很多行業都涉及到 所以焦點都不單單是科網股 反而反過來來說 會不會是開始近尾聲 就是你錢又罰過了 二選一又做監管過了 互聯網金融就由年初打到現在 遊戲都出來了 你要數一數 還有些甚麼呢 其實可能機率會比較小了 市場的憂慮都會防悶了 因為你重磅的 譬如之前傳 美團那個罰款 又說幾十億 甚至乎它的業務要有些整頓 但在大體上 市場都聽了很久了 都開始有些消化 所以你說科子要真的 再有些新的震撼彈 令它再跌下去 除非他們最終出來的業績 是不能加工夫 但是剛才的業績雖然沒有驚喜 但譬如說在稅收增加之下 其實他們的收入增長 都仍然能夠 至少保持一個相對其他行業 來方不錯的增幅 我覺得其實你說 如果有基本因素 要再壓低這些科網股 跌到一個新低 其實暫時應該要停一停的 我現在是不破壞的 幾乎是不破壞的 我現在的訓練 我現在 wanna 我現在要當大奕 那我要被那租 讓我當大奕 我現在 Canada 有讓我再起玩的 我現在看到 我真的現在 你要當大奕 我一定要再拐 我現在的 你現在能夠 我現在你 我要做 我就說 我現在的 然後我們 我就說 感谢观看